如果你点击右上角这里 你就会去到你自己的频道 你会发现里面空空的 所以我们要替频道做装置 再加上头像 一个YouTube的很服调 和一个叫人订阅的小图片 打开你的谷歌 搜索Kanma 点击第一个连接 这个网站工具是免费的 所以你可以点击注册或者是sign up 用你创建的Gmail登录就可以了 来到Kanma主页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工具 可以让你design各式各样的文件 有IG post YouTube刷图 Video等等 在这个搜索栏里 我们打上logo 它就会显示所有的template 点击CO 选一个比较亮眼的 我们就可以开始design 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 这个很亮眼 点击一下 然后点击Customize this template 把刚才的ChatGPT Suggest 给我们的频道名称打上 比如说我们的频道叫 创业新风 或者是你做减肥的 减肥自风 这里如果你要换成别的图形 你可以在左手边这里 这个element 这里点击一下 然后搜索你要图案 比如fitness 它就会显示所有关于运动减肥有关的图案 然后搜索你要图案 当你觉得满意后我们就可以下去下一个步骤 点击这个add page 我们就可以开始design你的brand icon 什么是brand icon brand icon就是YouTube里面右下方这个小图片 如果有人点击它就会订阅到我们的频道 这个brand icon我的建议就是不需要任何的设计 黑底红字或者是黑底黄字 让人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就可以了 我们点击左手边这里的text 然后add a sharp heading 我们写上订阅 然后在左手边这里点击element 选一个四方形 放在底层 如果你的日被覆盖了 你可以把四方形放到后面去 方法就是点选你的四方形 然后按右键 send to back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个订阅两个字 尽量弄满这个四方形就好了 两个都弄好后 你就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share 然后download 点击download 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接下来我们要设计你的YouTube频道的横幅条 同样的回到Canva的主页 怎么样回 你可以点击左上角这个home键就可以回到 来到主页 在搜索栏这里打上YouTube banner 同样的也会显示很多个出来 个人建议选择一个有这个横幅条的比较好 因为在这个横幅条上你可以写上文字 让人一看就明白你的频道是做些什么的 比如说这个中间这个可以写你的频道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比如肾酮减肥 然后下面这些subheading就是写 可以放上去减肥方法 生酮料理 健身建议等等 很多人都会放每周星期几更新 如果你可以坚持做到的话 你就放上去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我时间不要放比较好 这里可以放上你的logo 你可以duplicate多一个chrome的浏览器 然后点击home 去到刚才的logo 选你的logo 按右键拷贝 去回你的YouTube很服调的设计 click下来就可以了 你设计好后同样的你就可以下载下来 跟刚才一样在右上角这里点击share 然后download download 点击download就可以下载了 OK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把我们的头像很服和brand icon放上去 来到YouTube 点击右上角 这个你头像 然后你的YouTube channel 然后你的channel 点击这里Customize channel 你就会来到这个channel customization页面 点击这个branding 第一个就是你的YouTube头像 点击Upload 把刚才下载下来的logo上传下去 同样的把横图条也上传 最后就是你的订阅小图 完成后点击这个Basic Info 把刚才在ChatGPT写给你的介绍 放在这个Description Box里 如果你有其他的社交媒体账号 可以在这个Link这里加上去 这些连接会出现在你的频道横幅条在下方 比如你有TikTok的账号 你就可以去到你的TikTok点击下方这个Profile 在你的头像下方 就是你独有的账号名称 点击一下就可以拷配出来 然后回到来YouTube这里 点击Add Link 在URL这里点上TikTok.com backslash Elias你的TikTok的名称 在Link Title这里写上TikTok 你可以放最多5个连接 除了社交媒体账号 你也可以放上你的官方网站 接下来在Email这里 我的建议就是不要放你的YouTube谷歌的电邮账号 这是因为避免那些黑客拿到属于这个频道的电邮 很多出名的YouTuber都是因为这样而来耶 黑客会以厂商的名义召你借案 然后去hack你的电脑 把你的频道换密码 整个频道就会变成他的频道 如果你放下与这个频道无关的电邮 这样可以避免黑客联络到你 并给你连接 可以黑到你 然后拿到你的控制权 最后我们点击Setting这里 然后Channel Country of Residence这里 选一个比较高的CPM国家 比如新加坡台湾或者是欧洲 这样的话你的频道会推给这些高CPM的观众 在Keyword这里放上在research阶段我们从Google AdWords那里 拷贝下来的关键字 每一个关键字都要放一个逗号 记着如果你是放话语的关键字 关键字之间要放英文的逗号 不然你的话语的逗号 YouTube会以为是整一整条 包括逗号就是一个关键字 把你拷贝下来的关键字放到Nutpad这里 在关键字之间把这个文字的input变成英文 然后在每个关键字上放上一个逗号就可以了 把整个放在keyword这里